早年盖房子都少不了用红砖 但是现在砖窑都已经走入了现代电脑化 已经看不到传统的八卦窑了 但在花莲最南的复理乡 还保留完整民国55年时盖的八卦窑厂 也被花莲县文化局登陆为历史建筑 留给大家知道 早年盖房子无法缺少的红砖块 有人就能看见一根约十三层楼高的大烟囱 筑立在一片绿色田园间 一旁的八卦窑将近一甲子岁月 如今已是花莲县文化局登陆的历史建筑 在民国96年的时候登陆为历史建筑 它是一个产业型的文化资产 它见证了我们台湾 制砖窑产业的一个发展 它的特色是它的八卦窑 那还有在当地是一个城乡发展的建政 这里是花莲最南的副里乡 副南窑厂建于民国55年 58年由爷爷徐敬明买下 专门生产红砖提供玉璃以南 至陆野以北花莲台东地区的建筑使用 当时八卦窑烧制红砖赶不及市场需求 为了增加产量还增建一座隧道窑 如今随着环保意识台头无法再挖掘 粘土获取原料 加上台湾建筑的转型 传统窑厂不得不吹几席灯号 于是八卦窑在民国61年退役 隧道窑则在民国80年停止运转 就是把这边做了一些开放空间 对然后就是有开放给民众预约参观 就是可以看以前的砖窑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很多人只听过砖窑 没看过砖窑 对然后又有导览 漫步砖窑区园区除了历史建筑的窑厂 树木花草盎然 如今窑厂已经不再生火开炉 化身成特色历史建筑文化 重新赋予窑厂的幸福猛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